大家好,欢迎收看讯息视频 在交通出行上,很多人的印象是想便宜就坐火车 想快点就坐飞机,但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两趟火车单程的票价几乎是来回的机票钱 没错,一张火车票高达6000元 而且车上一点黑科技也没有 完完全全就是一列普通的火车 不过敢摆出这么大的谱,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两趟火车都是从北京驻发前往莫斯科 分别是K3和K19列车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过虽然都是坐到莫斯科这两趟列车的路线就完全不一样 K19是从北京直达莫斯科 路线相对较短,只要在俄罗斯办理一下过境手续 但要是乘坐K3列车的话,事情就要稍微复杂起来了 因为K3列车,途机蒙古,必须要持有蒙古的过境签证 才能在蒙古境内穿行 如果没有办理签证的话,那这张车票可就泡汤了 K3的总路程长达7700公里 整套旅程在6天左右 虽然总路程都够在中国南北来回跑一趟了 但要是不赶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因为绿车的行驶速度并不快 所以沿途的风光可以尽收沿地 从中国到蒙古再到俄罗斯边境 大概耗时两天左右 期间的自然风光不用多说 余下的四天全在俄罗斯境内 在领绿完蒙古大草原的风光后 紧接着是俄罗斯的北国风情 可以说是一套不可多得的体验 就是这票价吗 小伙伴们,你们想去试试吗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